在美国的历史课本中国,唯独只用了20页来计数中国的发展史,这难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,事实上,在这20页当中,只有6个中国人出现在了其中。 那么,这几个人都是谁呢?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,独尊如数,美国因其是联邦政府的国体,所以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单独教材,这与我国多版本同质化的教材体系大相径庭。 而在他们的教育阶段中,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,只是基础的人文常识类科目,只有在六年级的时候会加入历史一门课程。 而大多数州中,都会选取一本《世界历史》的书籍,作为历史科目的教材,在这本1200多页的历史教材中,只有20页来讲述中国历史,并且是从商朝开始计算的。 而当中出现第一位有名有姓的人物,就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儒家学派创始人,孔子,由于面向的受众,主要还是蒙昧未开的儿童,所以并没有展开讲述儒家哲学的一面,而是从孔子当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。 他作为那个时代,一个普通的参与者,内心产生了怎样的变化? 从而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付诸彼端,从而创立了儒家。 在美国人看来,孔子是由于国度之间的清亚,以及帝王的压迫,从而创立了儒学。 这就是典型的西方思维,遇上东方语境所产生的的文化似不像,但是核心的人以理智信,他们却没有花费时间去描述,只是过分强调国家间冲突与时代变革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 此举不可谓是下重与兵,在一个极为浅显的层面,中国千百年来最为精华的思想,就这样被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。 秦皇汉武,第二位则是秦始皇,在美国的课本中,由于他们并没有如同我国一样,有着严格的时间朝代的划分,所以,他们将秦始皇统一称呼为始皇帝, 究其原因,无外乎是秦始皇作为真正意义上,将长久处于分离状态的中国成功统一的统治者,而且颁布了一系列条例律法,对古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方面提出了统一的规定。 这种大一统的行为做法,不仅奠定了中国封建统治的雏形,也成功让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余的古文明一般,因为战火和朝代更迭而消失在历史洪流当中。 而且从另一方面说,美国人对于秦始皇留下的兵马俑的兴趣,可能比国人更为浓厚,就从好莱坞盛行不衰的各种寻宝题材的电影可见一般。 第三位,则是汉武帝刘彻,由于美利坚自己的发家史,所以他们对国与国之间的土地冲突极为敏感,而汉武帝作为驱除达鲁第一人,成功地将匈奴从我国北方驱赶在边界以外。 而且,这位皇帝在位期间,还开辟了丝绸之路,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与西域之间的文化贸易往来,美国在统一之前,也是在区域间经济的往来促进。 人口流动中逐渐稳定,这也难怪他们会将这两位先后统一中国的杰出帝王,放在自己的课本中讲述,追究其根本逻辑,无非是骨子里那种木墙心里罢了,大唐气象。 之后的几百年间,中国历史上仿佛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让他们眼前一亮的名字,直到东方的巨龙再次抬起头,发出响彻世界的嚎叫。 他,就是唐太宗李世民,圣唐气象,万国来朝,无论是袖口一土,便是半个圣唐的世仙李白,还是熙来攘往的长安西市,这里都是当时世界的最中心。 郑和出海,在东方古国篇幅的最后,一位宦官出现在千字淋漓的纸面上,郑和,在中国人看来,他只是将中国带入了航海时代,而在美国人看来,郑和对海洋的征服可是要早于麦哲伦,哥伦布等文明世界的航海家之前的, 这也是因为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所奉行的不侵略政策,让国内整体生产水平极大提升,在这种物质极度充裕的情况下,加上和平的海洋外交政策,郑和的出现让他到访过的国家无一步拍手欢迎,美国人认为,这种不带有侵略目的的海洋外交颇有可取之处。 这与十六,十七世纪时,欧洲各国之间,为了争夺海洋霸主那一副嘴脸,实在是大相径庭,故而他们认为,郑和能够与之前的帝王先贤相提并论,也有可能,透过郑和的航海图,他们隐约看到了美丽坚历史一个完全不同的走向,中国女权代表武则天,这几位帝王都是男性,而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,无疑是要被重点介绍的,对武则天的评价,国内一直没有定义, 许多人认为他残暴,冷酷,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掉一个现实,那就是在他的领导下,国家一直在不断发展,百姓的生活也算是相对安定,武则天是通过阴谋篡位上台,如果回看他的登机时,会发现他能坐上帝王之外绝对不光彩,同时他晚年的暴政也至今都还在被世人诟病,但在美国的课本里,他的形象更多是正面的,如今美国的女权运动正在盛行, 武则天也符合现今社会的主流观点,因此他也就被美国课本归为了重点,那么阐述完了思想和领导者,还剩下最后一位没有被介绍,他就是航海家郑和,大航海家郑和。 西方国家对航海家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崇拜,毕竟曾经开疆扩土的行为,侵略,都是由航海开始的,如果没有航海家发现美洲大陆,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,郑和原本只是帝王身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,但却因为航海取得了极大的成就,在美国人的历史书中,郑和与哥伦布有着同样的位置,都是了不起的航海家, 在当时,航海行为大多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,美其名曰为野蛮人带去福音,与他国航海的目的不同,郑和航海并不是为了侵略他国。 他的所到之处,一片祥和,也把我国灿烂的文明传向了世界各地,郑和下西洋,为我国和他国建立起了沟通的桥梁,这样的重要影响,无疑是值得被重点介绍的,孔子、嬴政、刘彻、李世民、武则天与郑和这六位杰出的中国历史人物,在不同的时代和领域展现了卓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,他们超越了国界和时代的限制,塑造世界历史的重要章节, 传承着深刻的哲学和道德智慧,伟大的领袖不仅仅是那些治理国家的统治者,还包括那些倡导文化,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家和行动家。 他们的影响力超越了政治权谋,触及到道德、文化、文明的核心,很多人不清楚为何要学习历史,其实除了要了解他们的故事外,更是为了启发我们塑造更美好的未来,伟大的力量来自智慧勇气,坚守原则和先辈传承,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都可以感受到祖国文化的力量。 美国历史课本中的九幅中国版图,欧美很多国家都不承认我国的下朝,所以大多从商朝说起,实际上,我国的下商周断代工程,已经研究很多年了,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。 可是,有些人就不爱面对现实,没办法,在东北,美国人似乎认为我们占据的还要更多,但在南方,美国人竟然认为我们连福建和江西,西南等地位占据,这个差距就大了。 汉朝也是个大朝代,美国人依然认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未占据福建一带,甚至连浙江都丢了,这实在是个笑话。 还有,美国版的大汉版图明显要比中国原版的要销售,特别是丝绸之路和西域,缩水了不少,还好,他们没把我们的汉四郡给抹去,来看看我们的西汉版图。 这是公元814年的唐朝疆域图,按照同时期我国的版本,公元820年,是这个样子的,可以说,两者相去甚远,实际上,九世纪前期,吐蕃达到极盛,封锁了丝绸之路,并占据了西域,而八世纪末, 大唐在市围设置都督府,将蒙古纳入版图,还好,美国没有将大唐在京越南取得的成就抹杀,这是宋,经签订绍兴合议那一年,1141年的地图,看得出,南宋倒是没有什么出入,但金朝出入就大了,区别就在外东北,寒库夜岛,实际上。 金朝在这边是设置了行政机构的,只是管理强弱的问题,看看我国的版本,1142年,明朝对西藏是有统治权的,这是第一,第二,外东北就那一丢丢,看看我国1433年版的明朝地图吧, 库夜岛都设置了行政机构,甚至更远,倒是安南,金越南,在1424年,确实归大名执管,这一点美国没弄错,但到了1433年,又成翻蜀国,后离朝,了,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,美国的历史课本上没有过多描述,但仅仅是这六个人物,也能让我们看到。 在外国人眼里,在不同视角之下,中华文化的历史,究竟有着怎样的辉煌过去?